大庆堂文大了第一张图 刚才教室有点问题 就是我把打开录制 我们需要把那个云克 云克给录出来 二庆堂文大了第一张图 这个呢是上轮指数 三手的这间期没什么过度 长期趋势和短期趋势 它们两个中间的空间非常小 而且短期趋势往下走 长期趋势往上走 它会使得这个 长短期趋势之间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市场不会在这两个区域之间 停留很长时间 所以近期是会面临选择方向的问题 近期啊就会面临选择方向 当它选择方向了 我们再去反应就来得及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就不需要多想 今天呢这个虽然去又有很多学员多想 是吧 我一直说我稍想点 想那么多没有用 你还不快乐 把自己整个不快乐了有必要吗 你又管不了 你又管不了 所以少想很重要 少想很重要 复杂的思维会影响 你在交易当中的决断能力 会影响你在生活当中的不快乐 所有的不快乐 全能想的多有关系 你仔细去想这个事 所有的不快乐 全能想的多有关系 想要快乐起来吗 想要在交易当中快乐起来吗 少想 好吧 简单一点 等市场 自己选择方向的时候再说 好吧 等市场自己选择了方向的时候再说 上日出现在目前来讲 没什么变化 咱们的操作策略也没什么变化 持股带涨 今天上午有学员说 持股万浪这个词有意思 持股万浪跟持股带涨是啥区别 没区别 记得上周有一天讲课说 周线分浪 日线分浪 这肯定是大的周期里面套着小周期嘛 小周期里面套着中周期嘛 一浪里面是不是分为一二三四五 日线的一浪的上升 自从去年时间分算的时候 发现那是不是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可以看作是一 那为什么不能把日线的一二三 看作周间的一二三四五 对吧 那这个逻辑问题 大浪里套里套了 现在是买三浪没有变化 咱们先用一段时间 稍等 我这个羊了 二次羊 所以这个 这七个 我们再说了 我们先用一段时间来进行答疑 然后呢 答疑结束之后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贴水的事 贴水的事 现在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徐在阳 嘿 在阳 嘿嘿 二阳怎么确定的 用那个测试机啊 测试盒啊 很小出去怎么二阳 家里里有人二阳 家里有人二阳 二阳还能上班吗 我第一次 阳的时候 发烧嘛 发烧到39多多了 那时候给大家上课 后来是实在是 说不出来话了 大家知道吗 没有声音了 那时候停了几天课 要不然的话还不及了 有资金要买20 IH3.9 还是IH3.7 这个也会讲 也讲 别传染给全班同学 等别 顺着往前传 我去办 就是总壳子 气管 好吧 关于这个大谈的事 大家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用上课的时间 来讲讲这个贴水的事 贴水的事 最后的问题 上课只有一个60分钟的底部结构 结构前程以来 已经运行21个周期 如果明天收盘 还不能突破短期去水 底部结构的作用就没有了 还有必要把 转满舱吗 满舱继续满舱 因为现在把短期去 潮进去设 把大盘夹在中间 把大盘夹在中间 好吧 那你再讲了 它其实这个 向上扑舱 向下扑舱的 这个方向 你扑舱等它确认之后 再进行操作 结构的作用是 想要做结构的作用没了 想要做结构的作用没了 但是呢 它不是说你需要面临的选择的时候 现在目前来讲的就是 就等待这个两个趋势 等结色之前就说了 等待两个趋势 我就说这个 到24个周期 没有做过趋势 结构的作用没了 我就必须得出不来 没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说法 其实可以考虑出来 我是必须要出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 可以大盘的 可以戴着口罩评课 不怕传染 对 你要是怕传染 我通往往前上 就把那个 二色扬传染给你 你可以戴上NBO5评课 好 我们掌贴水 掌贴水 掌贴水 对吧 就可以没啥了 可以下课了 拿贴水 第一张鼓 我这样列出来 大家可能看起来会简单一点 第一个 3050现在现价的收盘价格是2658点 比今天收盘260058点 2658点 今天收盘价格2658点 然后4个合约2306 下月份合约6月份合约7月份合约 然后9月份合约12月份合约 不是结婚的他分为4个月 当月 但是这个5月份已经结束了 当月就是6月份 下月就是7月份 然后是 呃 季月 季度的月份 9月份 下季月 12月 那比方说到了下个月呢 就是现在就是6792 到下个月呢就是 7 8 9 12 然后再下个月呢就是 8 9 12 03 因为这个下月呢就是季月了 所以呢就是季月和下季月 他就 对吧 再往后推了 这个我们不用管啊 这是每个月到期的时间 到期的时间 特别4个月份 6月份合约 然后每个月到期的时间是第三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 就是这个合约的到期时间 他不是到这个月的月底 注意啊 不论期货不是到这个月的月底 所以你看7月份 7月份到期的时间 那是7月份的第三个五 到现在来讲应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得到两个月的时间 我看一下啊 7月份 第三个月是50多号 稍等一下 正好是22 正好是两个月啊 正好是两个月的时间啊 好 7月份呢是22号到期 今天呢也是22号 可以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你看这个7月份呢 它的 呃 价格呢是2614点 目前 目前啊 估计期货的2658点 那么1458点14呢 是差不多 44个点 44个点呢26个点 呃 贴水 44个点啊 贴水 44个点 44个点多少 44个点26个吧 算一下 1.69 呃 我们算1.7啊 要7 1.69吧 还是两个月啊 两个月贴水1.69 那么一年的年化呢 就是再乘以6 19.6 6.36 差不多10%啊 咱们10.15啊 咱们10.15 最终得出来 所以这个贴水算比较大的 这个贴水算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贴水跟那个前面 我们在讲那个IC的贴水的时候 呃 哪年来人 21年是吧 21年 3月份嘛 我讲那个IC贴水的时候还不通 IC贴水呢 它的当月 下月 季月和下季月 它们成比例的放大关系 而最大的贴水 就是最远的那个月 然后呢 是临近的这个月 就是这个下季月 所以呢 那个贴水是比较正常的贴水 这个贴水 今天这个贴水啊 只是在7月份的合约里 感兴出了10%的贴水的年化收益率 7月份的合约里啊 其他的月份都不行 你看这个6月份也有贴水 7月份贴水只有几个点 是吧 13个点 然后呢 你看这个9月份 9月份也是2614 12月份2016 2626 12月份的贴水比 9月份的贴水还要低 那么如果你选择做贴水的话 那这4个月份 你应该选择做哪一个 很简单嘛 贴水的收益率 最高的就是7月份 7月份 7月份如果大胆不涨不跌的话 一手你差不多能断44个点 乘以300 13,2对吧 13,2 白断 只说不涨不跌 你白断13,2 能理解的答应 如果只说不涨不跌的话 白断一手 白断13,2 这个是很划算的 比如说这个 你要怕说 有10%的金融产品 目前也在这少了 这个没有 不涨不跌的话 白断这个 所以如果要现在买 当然那时候想问 是买2309还是买2307 如果从精彩的角度来讲 肯定买2307 两个月赚一个44点贴水 5个月赚一个44点的贴水 也不是5个月是吧 4个月 4个月赚一个44点的贴水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价值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价值 第一个是选择问题 选择问题 所以它也很奇怪 你看 现在指数是上涨的 大部分的合约都是涨的 跟指数差不多是吧 0.74 0.78 这个跌了0.4 你看没有 所以这个贴水它是不太常规 不像上次我们做IC 我们上次做IC的那个贴水 就是常规的贴水 常规的贴水就是近期的贴水越少 下个月可能贴水增大 那么下季月 下季月就是季月份 就是给个贴水更大 下季月就贴水最大 但是这个从底下就是常规的贴水 那这个贴水不是常规的贴水 所以它只针对于2307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这种情况 就是沟通双方 对于7月份到期的那个事件 指数的掺法问题 好吧 这是交易得出来的 国益的行为 好吧 而且现在第一个交易 第一个交易人他可能更加也好 这个还不够那么合理 然后有学员提出关于 分红的这个事 分红这个事对股委期贴水是有影响 但不会影响这么大 对象不会影响这么大 还有两个月时间吗 但里面确实是有 有这个分红流速的影响 但不会影响这么大 所以如果想说切水 它很明显就是应该做2307月 做2307月 然后看这张库 这个有意思 打开咱们的上方有一个学员区的功能 里边有一个骨质击叉 这样骨质击叉 这功能是我做的 别的软件里没有 我做的 我做的 告诉你现在击叉是44个零 这个是9月份合约 9月份合约2309 IHUX209 9月份合约 还有故意的一点是 就是当价格往下走的时候 鸡刹往上走 所以价格是往下走的 但鸡刹往上走 这个地方的点都是不错的点 不错的基点 有往上有往下 好吧 像这儿 一往下走 这个地方的地点是不错的点 能理解吗 你去观察历史 历史上也是这样的 历史上也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的临界 你看这个9月份合约 随着时间的 只能往后推移 按理说 鸡刹一时应该减少 对吧 但是它鸡刹开始增大了 放大了 那就代表 鸡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价格对于指数的影响 会将来会加大 所以做生水的话 做水水的话 就是选择这种 价格往下走 然后鸡刹往上走 这种情况 多形成地点 就概率上多形成地点 你这去观察历史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它能够 呃 有很大的概率 判定目前的这个 现货指数的价格是第一点 就是 价格往下走 生水往上走 好吧 能理解了吧 这个功能有点意思 我怕这个大家看不懂 是吧 后面我还告诉大家 这是生水还是鸡肥 我都会给我写上那个文字 要不然这个指数 让大家可能不用 我们就把实际把贴叉的算出来 算出来 这个意思 对 当时我做贴叉 我研究贴叉的时候 研究贴水的时候 就让我的 传队就把这个功能给拆拔出来了 就是自己有传队的好处 难过什么就做什么了 是吧 在学员区里 就是咱们软件上方有一个投资学院 投资学院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做股指贴叉 股指贴叉 好吧 这个我们特有的功能 以前我没讲过 很多的功能我都没跟大家讲 这功能就今天咱们谈到这了吗 这七月份的合约很不正常 不正常 所以我们既然谈到这 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功能 这功能有一个好处 就是判定低点 有一个小方法判定低点 一个往下走 一个往上走的时候 其他不断的下上 但是这个价格持续的下跌 但其他持续上上的时候 功能是现货指数的低点 现货指数的低点 那为什么会是现货指数的低点 大家想过没有 就是价格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做多 或者是在这个位置上做多 位置又低 贴水又大 那做多的意愿就强 做多的意愿就强 注意啊 位置又低 贴水又大 做多的意愿强 自然它又会形成低点 能理解吧 就是假如说我们做 想去做多 做一些货 那肯定是选择的低位吧 刚好这个低位的时候呢 升贴水又多 就低上加低吗 所以这个地方就容易形成 这个市场的低 好吧 只不过它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 就不怕解决定量问题 定量问题你还要找 序列的低调 这种解决定点问题 没有开通股市集合 明天买来得及吗 来不及 股市集合想做的话 现在开户吧 开户给考试吧 考试你还得过去吧 过去之后还得做5天的交易吧 做5手期货的交易吧 做完5手期货的交易 再存50万吧 再存50万之后 开户还能开通股市集合的交易吧 肯定买不及 一块一块一块两周 两周的时间 才能开户 现在买一种需要多少钱 这个不一样 iH差不多9万多了 上升5天的9万多了 太货要贵的 原来这么麻烦 特别麻烦了 12万iH 合制12万 那可能不一样 我做的规模比较大 所以西伙公司把我这个 向到最低了 网络店的要求向到最低 我做的规模比较大 这咋样你知道吗 除了交易佣金可以讲 然后这个系列也可以讲 网络店也可以讲 一般西伙公司是在中营所要求 交易所要求西伙公司的最低 一百分钱比方说12% 他就会要求到15% 就多了点 比方说我做一手 可能是10万 我忘算了 算了那么点来看 不到10万9万多 但是有些为什么是12万 因为你的资金量小 他怕你仓位产生更多样的 补仓不及时 或者什么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西伙公司在交易所的12%的基础上 再给你加了几个点 所以它不是交易所要求的 它是西伙公司单独给你加的 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普及了 不给大家普及了 我刚才讲的就只是关于贴水这一块 只是关于贴水这一块 对于指数的影响 那么你比方说七月份合约 就两个月的时间 只说不涨不跌 我做一手 我算一万三千块也不错 也不错了 所以我的也是9万多 9万多 9万多 9万多的那就是 那就是 最近来找他了 好了不多讲 不多讲 就讲两句了 我这个网络也不太行 然后我们今天的测试 就到这里全部结束 好